汉仔汉仔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汉仔 又到了汉字说故事时间了 这一集要介绍的是 月这个字哦 月的本意为说话 另读对 就是对换的意思 如对讲 甲骨文的月就是说话的意思 与余月的月相通 经文、小传、历书和楷书 都和甲骨文的字形很接近 月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哦 心加上月的读音 为喜月的月 本意为很快乐 或指使人愉快 如赏心月幕 也可指喜爱 如女为月己者容 言加上月的读音 古书中 古书中多用为喜月的月 又为说话的说 引申为解释 引申为解释 如说明 或指道理 如学说 也可读睡 说服就是用言语 使人听从的意思 门加上月的读音 为简阅的月 本意为查核或计算 引申为月拦 或指经历 如月历 这一集故事 是不是很有趣呢 汉仔和小朋友 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